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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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吃的比较多 所以可能说吃肉可能就影响记忆力 我曾几何时我认为吃肉影响这个记忆能力 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人家懂得学习的方法 人家没有说应用我们所讲的四大记忆方 但是人家在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处理得很好 他理解了这个知识也把它处理了 我来问一下大家 那到了第三步是不是就简单很多了 即使你死尽被是不是也可以记忆下来 就不需要记忆方法了 那么我们现在探讨的知识 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或者是你已经有这种能力 你再加上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记忆的方法形容成为是大脑的 打开我们大脑的韧度二脉 学武功都知道 打开韧度二脉是不是很牛 很厉害对不对 OK 那你如果你的大脑可以打开这种韧度二脉的话 你就会记忆力就不是上升一个两个层次 就会非常非常便捷 记忆任何东西都会很快 那也就是说学会的方法 其实就是打通你的韧度二脉的 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 把你的大脑断电断电出来 肌肉好看一点 虽然别人看不见 但是至少智商会爆表一些 颜值智商都可以爆表 学上记忆能力的话 还会让你长得很漂亮的 以后我有一张图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以前的我长什么样 现在的我长什么样 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了 有关系的 你学东西快乐了开心了 像有新生对不对 你再让人来长的也不一样了 我放到一会儿那张图片的时候 这个得说一声 别照相 这个掐了不能播 这个都没漏过了 然后看到下一个 最后一个是提取信息 我们是通过回忆线索 来提取我们的知识信息的 OK 那么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 系统把这块给大家串一下 首先第一个 来看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类的信息 很多人说老师我不喜欢被政治 来看到这个信息 什么感觉 八分八十 听过八分八十的举手 还有人没听过 北京我觉得都应该听过 OK 来手放下 背下来的举手 有人背下来过是吧 背过以前是吧 背过是吧 谁背过的 举手看一下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刚才不还有举手 怎么又不挤了 有背过的是吧 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比如说八分八十的第六个是什么 突然间想 还有这么问的 你不为难我吗 OK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记它 记下来肯定是没问题了 我接下来教你们一种方法 也是我们四大机方法当中 其中一种方法 很厉害的 被我们俗称为考试作弊神器 对 作弊神器 大脑的作弊神器 明天考试 用完这种方法 马上你想记什么东西 都能记下来 很管用的 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 那么我重点是通过这个案例 让你们了解 设取处理储存和提取 整个的一个流程方向 是怎么样记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在我讲的过程当中 知道你为什么记不住这个知识 我用了这种方法之后 怎么样让自己背下来的 了解这个 你光听我这东西 今天来了优敏 别人说学啥了 学了一个八十八尺 这个就很郁闷了 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记不住 怎么样能记住 首先第一步 摄取信息 看一遍 哦 中文的 对不对 文字类的 好 读一遍 热爱祖国 服务人民 重生科学 以什么什么什么 以什么什么为吃 哦 OK 好像那个字不认识 好 什么什么 哦 不认识 好 查一下字典 查到了 好 OK 了解了 对吧 好 读一遍的目的是让你找到不认识的字的 不理解的 好 第三步是不要理解 热爱祖国是什么意思 服务人民是什么意思 重生科学是什么意思 好 我都理解了 第一步是不是就过了 第二步 我处理信息怎么处理呢 我来观察一下 哦 有关键词 你看 以什么什么为荣 以什么什么为齿 是不是可以不计了 只计中间 那你突然间发现 是不是少了很多 哎 八荣和八尺 是不是相对的 那八尺可以不计了 对吧 它是不是又少了很多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光记这些内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八三十二 哎 好像少了很多 对吧 首先在视觉层面上 就会让我们觉得 还挺舒服的 对吧 你一定要清楚你大脑喜欢什么 我们就朝着大脑喜欢的方向 去把这个信息进行处理 好 那么再来看下一个 怎么记 好 说不到储存信息了 因为它超过了七条以上 而且是一条两条三条这样的信息 所以我选择记忆的方法 就选择用我们定位装的方法 我给你们找一个定位装 第一个爷爷 第二个奶奶 爸爸妈妈 哥哥妹妹 谢谢你猪八戒 好 记下来没有 第一个什么 爷爷 爷爷不要了 第一个谁 爷爷 第二个呢 我跟你们讲了 你们一定要张开嘴巴说 为什么呢 如果你们不张开嘴巴说的话 你们记不住的 哎 别不信哦 真的是这样 参与感很重要 如果你们在创业的话 经常告诉 用户的参与感参与感 你们也要参与进来 参与进来的话才能 而且我的记忆能力还挺好的 我今天还戴了一个超大号的隐形眼镜 你们谁没张嘴 我还真能记忆下来 要不如果你们不张嘴 一会儿要是中间互动 你们问问题 我不回答 所以张开嘴巴 互动一下 来 参与说出来 第一个是谁 爷爷 第二个呢 奶奶 第三个呢 妈妈 第四个 妈妈 然后下一个 哥哥 下一个 哥哥妹妹都可以 妹妹 然后下一个呢 七仙女 最后一个 你看到没有 猪八戒记得最深 为什么呀 因为它奇特 对不对 奇特的东西是能够让我们记忆深刻的 所以记住 我们大脑喜欢奇特的东西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爷爷是爱祖国 怎么联想 爷爷年纪大了 爷爷怎么是爱祖国 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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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想一下 你们的这种联想 我们俗称叫做造句式联想 造句式联想 就是 白开水 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吧 你说记不住吧 也能记下来的东西 那么未来就会 你们这种联想 就会导致你们最终回忆不起来 懂我吧 你一定要出图 比如说你刚才说 爷爷是老革命家 你有没有在脑海灯 出这老革命家的图片 如果有 OK 你能记下来 如果没有出图的话 那么你记不住的 所以一定要出图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爷爷是一个老八路军 然后呢 老红军 他热爱祖 每天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唱歌歌 唱红歌 天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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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唱的呀 非常厉害 天天唱 好 这爷爷去人民大会堂了 那奶奶呢 奶奶服务人民 可以怎么想 在家做饭 这不是服务人民 服务你啊 我觉得 老大妈是不是 老大妈 那就这样吧 那奶奶想服务人民呢 奶奶是个热情场 喜欢服务大家 就每天四点钟起床 然后在扫大街 然后说 甭给我钱 我不要钱 我服务人民的 不要钱 哎 特别厉害 然后奶奶就服务人民 好 下一个呢 是爸爸 爸爸是科学家 怎么记啊 崇尚科学 戴眼镜 那不行 戴眼镜都是爸爸科学家 那不对啊 航天 航天 宇航员 你一定要清楚 你的这个宇航员出来了 能不能直接还原崇尚科学四个字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你们寄完的东西 你们在回忆的时候 总是感觉 哎呦 寄混了 寄偏了 对吧 为什么 你们想的这个画面 其实实际上跟这个正确的答案 还是有偏差的 类似 但是有偏差 懂了吧 我想问你们 你们一看到宇航员这个图片 你能第一时间想到崇尚科学吗 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航天员 飞行 是不是 可能会出这样的画面 所以你一定要出一个画面 直接一看到这个画面 管它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直接出崇尚科学 做实验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看动漫的习惯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动漫的 就火影啊 还有海贼王 我是比较喜欢看的 然后呢 你们之前看到一些动画片 经常会有这样的画面 就是一个男人 一个爸爸 要经常研究实验 你要一个不小心 研究那个药水 就爆炸了 就把脑子给炸黑了 然后那个脑子还冒烟 是不是啊 你想这个爸爸嘛 天天研究这个化学实验 然后就是研究科学 然后就做出来一个原子弹 然后坐着那个原子弹 就砰 冲上了天上 你看 冲上科学 是不是冲上了天上 是不是谐言 就是冲上 科学 他研究那个东西 是不是 研究那个画面 对吧 所以就是爸爸是科学家 每天研究各种各样奇怪的实验 把自己就送上了天上 为什么不说热爱科学呢 我们要说冲上科学 它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要百分百的还原 所以你就想 它冲上去这个画面 是不是就能说明 它是崇尚科学了 你要找到这个点 然后去跟它还原 进行对接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妈妈辛勤劳动会怎么想 这家 大家第一时间想的 就是我记得之前 一些小朋友经常会说 我妈妈在家 擦地板 拖地板 抹地板 做菜 洗菜 吃饭 就是辛勤劳动 你就可以想象 妈妈是一个很辛勤劳动的 他做了这些动作 代表他很辛勤劳动 对不对 OK 辛勤可以想象很辛苦 是不是 可以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很辛勞 那你就可以想象是 妈妈每天特别辛勤劳 擦地板 拖地板 就是妈地板 做饭 特别辛勞 OK 辛勤劳动 他为大家在劳动 我们都吃饭了 他还在擦地板 辛勤劳动 下一个是 哥哥团结互助 怎么想 帮着弟弟打架 帮着弟弟打架 是不是 有点暴力 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 比如说 我是哥哥 你们在座都是我的弟弟妹妹 然后说 听话 听话 不许打架 有没有没完成的作业呢 来拿过来帮你写吧 老幸福了 是不是 OK 那么团结互助 不许打架 不许听话 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团结 团结互助 我们要团结吗 然后你们有什么 所以我帮你写 互助一下 好 我帮你写 你要帮我写 团结互助一下 好 哥哥是团结互助 那下一个呢 是妹妹诚实守信 可以怎么想 捡到一分钱 捡到了一分钱 这个一分钱掉地下 来 问一下大家 调查一下 咱捡还是不捡 如果地上掉了一毛钱 咱捡吗 不是 实话实说 有没有捡的 几乎不捡 一块钱捡吗 捡 我跟你们分享个事 以前我也是不捡的 一分钱就绝对看不见了 一毛钱 丢人 手下手 不捡 看见了也不跌 然后别说 你捡掉了 不捡 不是我的 自从今年过年的时候 抢红包 这抢得我手都累了 一抢一分 一抢一分 然后我再看到地上 有一毛钱 捡 还能发十个红包呢 我本人一定要捡 所以就是 场景改变了 让我突然间发现 其实这个钱是很有价值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捡 所以妹妹也捡了 比如说她捡到东西 她说不是我的 所以她就交给到警察叔叔 她很诚实手信 妹妹诚实手信 下一个是七天女 遵纪手法 怎么想 下班的不遵纪手法 都想说 下来 下来 她说 不能下去 不能下去 她自己手法不下去 然后她就下 比如说七天女 现在都高科技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人类的世界 变得多么的繁华 多么的幸福 还有车开 七天女 她也赚钱了 这电视台都播她的电视剧 对吧 她有版权 她也赚钱了 买了一个法拉利跑车 然后突然间一个急刹车 怎么回事 七天女开车 突然间急刹车 因为遇见红灯了 所以她是一个遵纪手法的七天女 你看吧 要学会借助工具 人家能飞 人家能不飞 浪费体力 借助一下工具 挺方便的 对吧 要学会借用工具 最后一个猪八戒 她是个遵纪手法 猪八戒艰苦奋斗怎么想 减肥 我太胖了 取完精之后 讨老婆呀 对不对 太胖了 怎么办 讨不到老婆 我得艰苦奋斗的减肥 所以呢 她最后就减成了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原谅我 PIS做的不好 所以就这样 猪八戒想减肥 然后别妙强 后才能讨到媳妇 然后呢 艰苦奋斗的 得恋 好 记没记下 八戒八戒 这一刻你再有怀疑 是不是啊 你也不知道自己背不背下 我跟你说 这就是因为没训练过 当你训练过之后 我告诉你 管它是什么东西 来 首先我自信了 你什么东西我都能记 记完整 你管我记没记下来 我就能记下来 信心上面 就已经爆棚了 对不对 OK 首先在这个方面上 你就得让别人 一进来 看到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我不行 我犯错了 那我就承认错误 OK 我行 就是行 不行 那就是不行嘛 反正我敢尝试 这是重点 那么我来看一下 如果你们一会儿能够从头到尾 全部背下 我希望你们给自己一个最热的掌声 我指的掌声不是这么个鼓掌 你就会发现 我们要用力的鼓掌 如果你自己都不很好地鼓励自己 你想指望着别人鼓励你 我觉得不靠谱 没任何意 所以要自己鼓励自己 来 首先第一个 八八十第一个谁啊 第一个什么 停停停 如果别人问你八八八十第一个是什么 你来一个 爷爷奶奶 八八八八哥哥 这个不行啊 不靠谱啊 来八八八十第一个是什么 在祖国 在祖国 是吧 第二个 国务人民 第三个 爸爸 崇尚和学 第四个妈妈 第五个哥哥 第六个妹妹 长水手剑 第七个七仙女 第八个出发剑 坚固奋斗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基本上都能回忆起来 好 那我现在来问一下大家了 当我在问你八八八尺 第一个也好 第二个也好 你首先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 就爷爷奶奶是吧 实话说想到爷爷奶奶 然后通过爷爷能够想到什么 奶奶 这个也可以哦 爷爷想到他唱呼哥哥 那个画面 你们一般来说应该出现那个穿军装的画面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说到七仙女 在这儿能够想到什么 你别说懂有啊 我就头疼了 能想到什么呀 那个开那个法拉利是不是 我怎么听说拖拉机 开法拉利是吧 不是拖拉机 是法拉利 开着法拉利 然后呢 他的那个行为是遵纪手法 对吧 好 比如说说猪八剑 好 我们来试着倒背一下 倒背一下 能倒背吗 可以吗 OK 那就不倒背 我们来挑背 挑背 挑背来试一下 来八八八指 第四个是什么 有人来说 爷爷奶奶 妈妈是什么呀 心情劳动 是不是 给数出来了 妈妈是心情劳动 好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 诚实守信是第几个 妹妹 妹妹是第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妹妹是第六个是吗 好 那再来说一下 团结互助的上一个是什么 你也挺靠谱 可以 团结互助上一个是什么 你首先想团结互助是 哥哥 哥哥上一个是妈妈 然后你差了一层 你要把妈妈后面的说出来 妈妈是什么呀 心情劳动 是不是 OK 是不是回忆起来了 OK 来这一刻来告诉我 是不是发现 我们摄取信息 摄取完了 处理信息也处理了 那么储存也OK了 我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帮大家储存了 而提取 你这回有没有发现 我们提取的速度数特别快 我们为什么很快 因为有爷爷奶奶 所以我们提取的很快 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正背 倒背 抽背 点背 是因为有线索 对不对 我们地上湿了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可能是水洒了 或者有一些什么原因 我们是通过痕迹来判断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吧 那么记忆也是一样的 你要把问题和答案之间 留一个痕迹 这个痕迹就是便于你后期回忆起来的 因为要记忆的东西很多 有人说那我每一个都创建回忆线索 是不是很累呢 不知道 其实很容易的 你只要学会把它变成图片 然后结合一些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去系统的去学一下记忆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联想啊 数字啊 定位装啊 等等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在优米之前也有这个课程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都是钻石会员的话 都可以免费去看的 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讲解 是不是知道 摄取信息应该怎么摄取 一定要第一时间分门别来 是数字还是文字还是声音还是图片 不同的内容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这是其一 其二要把它进行处理 处理最后的结果就是 不能再处理了 再处理就没了 所以就是处理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储存根据我的结果 我的结果就是 我的目的 正背倒背抽背点背 这是我的目的 所以我选择利用定位装的方法 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让我达到这样的效果 定位装我简单多说几句 它相当于我们大脑的图书馆一样 我们的大脑是可以记住很多的信息的 比如说我的大脑里面 因为上了最强大脑之后 我又加了一些装子 我的大脑里面将近有5000多个装子 也就是说这5000多个地点 可以帮我记住很多很多的信息 我以前是四天背了一整本道德经 正背倒背抽背点背如流 那么就是用的这一套方法 就是用的这一套方法 所以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高效 想记更多的东西 其实把方法学了就OK了 但是方法要不要时间呢 要时间 很多人问我 多长时间能学会 我就有的时候吧 就是在招生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说 我说这个因应而异 其实挺快 其实方法学确实挺快的 但是如果真正你想学得好 那就要花时间了 你学开车是不是也得花时间 所以一般情况下 靠谱一点的说的话 一个月的时间练一个技术 没什么太大问题 两个月的时间能背后一整本书 就能学会背后一整本书 三个月出师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度 怎么满打满算 除非你是个人学习能力超强的 你可能一到两个月你就出厨了 不然的话 你怎么也要准备个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能够把这种方法学会 所以记忆地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能力就行了 打通了认读二脉 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学习训练 那你自己现在需要意识到一点 第一 你是喜欢图片 数字还是文字 还是声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是不是知道 为什么你们回忆不起来了 你们回忆不起来 信息就告诉你 就三个 就几个方面 第一个 是不是不清晰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记完的东西 你发现脑海当中有这样画面 但是实在想不起来 具体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因为你当时记的时候不清晰 懂了吧 这是第一个 不清晰 第二个 没有色彩 你可能记的东西都是黑白的 没有色彩 我们不喜欢黑白 我们喜欢有色彩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跟自己没有关系 不关联 就是问题和问题答案之间 没有一个关联性 所以你不喜欢 我没有关联 对吧 我没有关联 然后最后一个 不夸张 不夸张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猪八戒 大家就能记住了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都能记住 为什么 搞笑啊 夸张啊 所以清晰具体色彩夸张 是影响我们记忆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大家把这个可以聚集一下来 总之一句话 学会把信息编成图片进行记忆 掌握了这个之后 告诉大家 反正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好处 记什么我都能记 除此之外 在我的整个的创业的道路上面 我可以更加清晰的 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出图片 我已经达到了这种 无论你是说话 还是文字 还是说东西 我都能直接出图了 就是已经进到大脑的时候 直接就全部都是图片了 所以这个能力 我觉得练一下都可以 每个人训练一下都是可以的 还是挺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